那些計哪個功能 哪個功能 而是你要學使用的方法 因為它使用的方法都一樣 所以即便你沒用過 你看它問你什麼問題 你給它對應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它有一個原理原則 這本書我覺得它裡面蠻多值得參考的部分 第二個的話就是有關VBA 所以我剛剛提過 如果有一些有函數裡面做不到的 但是你又需要 那你就要自己寫VBA 那VBA是什麼 待會兒會講 其實非常簡單 反正就把那個功能敘述一下 變出你要的結果 那最簡單的方法 我秀一下 其實什麼叫VBA呢 剛剛有提過 如果你希望旁邊有兩個按鈕 有沒有 當我按下清除 它可以把資料清掉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把結果全部做完了 OK 那這個就是VBA OK 這裡面 程式只有三行 其中兩行是回圈 回圈就重複做什麼事 再來就瞭解 那個 Excel裡面的 儲存個物件怎麼使用 把後面的東西串完之後放前面而已 就這樣喔 然後跑個回圈就結束了 那清除的話其實道理一樣 丟空置串到裡面去 裡面就清空了 大概是這樣子 待會兒會介紹 VBA 另外你想說老師我不喜歡按按鈕 我希望 上面如果沒有函數 我希望能夠插入函數的時候 可以幫我變出使用者定義 當然你們現在應該沒有使用者定義啦 因為你們還沒有 我是只是demo給各位看 待會兒會講到的 第二種模式 也就是Excel裡面沒有這個函數 但是我自己把它寫出來 那比如說我要需要一個手機函數 那我就是輸入使用者定義嘛 目前你們應該沒有按確定 我這邊應該程式寫完了 第二的話呢 它會跳出什麼 它會跳出三個問題 插入函數 手機按確定 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哪三個問題 電信業者 門號區碼 門號墨碼 填充體 應該都OK 按個確定 點兩下 做完了 OK 那這個其實本來沒有啦 也是一樣 你要把它變出來 那這個是VBA的第二種形式 第一種是按鈕 待會兒講Sub 第二種是Function Function就是函數啦 其實我們自己定義出來 我取個名稱叫自定函數 自己定義出來的 所以VBA至少包含這兩種形式 那這兩種形式 我想在工作上應用 就足夠讓你的效率提高 因為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把邏輯簡化 以後呢 你根本不用去想 應該用哪一個函數 怎麼去使用 你只要按下去 你就可以接著做 應該你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做一些 瑣碎的事情 因為你的作用 老闆會希望 你能夠做更多 應該做的事情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讓大家知道一下 可是問題 我們剛剛的部分 REP加ELEAN 特別注意 關鍵就是 把那個重要部分 其實就是REPT 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 你不太熟REPT的話 你可以切到前面 這邊有個練習有沒有 譬如說 他銷售量100個給幾顆星 超過100個給一顆星 那這兩顆嘛 一直在推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樣 剛好讓他重複幾顆星 你可以在那個C3的地方 用文字函數裡面 一樣嘛 你可以用REPT加ELEAN 稍微自己練習一下 這裡面前面有幾道題呢 就是要我們練 重複什麼呢 重複星 重複幾次 根據銷售量 他題目是每100筆給一顆星 所以我就除以 這邊有個除號 除以100 那你會發現這時候呢 1.58給一顆星 不過呢 比較正確的應該是 1顆星 而不是1.58顆星 但他不會跳出1.58顆星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把那個取整數嘛 取整數其實 那個 會有一個 函數叫INT INT INT 就是integer 就是整數的意思 所以呢 你直接在這個 這個公式的前面 輸入一個INT 這樣比較快 INT 前刮弧 再一個後刮弧 那你會發現 後面會顯示1 有沒有 這邊的話 告訴我 當你慢慢習慣 利用它這個方法 就絕對不會錯 但是你按確定之後 向下填滿 把它置中好了 把它置中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 但是會出錯嘛 為什麼 因為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這個CE會變2 2變3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避免它錯誤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CE指的是這顆星有沒有 鎖起來 那鎖起來的話 記得很簡單啦 鎖起來的話 就1的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員工離職嘛 就幫他加薪就好了 他就不會走了 沒有 這E4有點類似 就是 那就可以注意喔 一般書裡面是教什麼 F4還是什麼嘛 那其實C不需要鎖 E鎖 因為你向下填滿是裂號增加 向右填滿才是藍號增加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向右 我們只有向下 所以輸入完之後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答案就出來了 OK 其實做事就很優雅嘛 反正裡面 其實真的 如果你做事有一套方法的話 真的可以做得很愉快 所以我以前 我覺得老闆對我真的太好了 給我一些 思考的 就是 給我一些難題 去解決之外 每個月也會付我薪水 OK 我會是這樣想的 那另外的話 Adapter 如果各位有興趣 這邊也可以自己練一下 Write 顧名思義嘛 Write是從右邊取幾個字 Write是從左邊取幾個字 做法的話 其實如果說 這邊有練習 你可以擦環數 假如說這邊有個Lapt 你就可以Lapt 哪些字 字串在這裡 我要前四個字 你就輸入4就可以了 他就會3727 那向下填滿 如果兩個字的話 其實你把下面這個改2就可以了 OK 這邊的話 那就會有周字資訊 比如說這邊的話就兩個字 下面這一題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他叫吳伯薇 他是男 那他的稱呼呢 我不要直呼他的名字 我希望叫吳 性別是男的話先生 我希望叫吳先生 如果性別是女的話叫張小姐 那到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把他這兩個 拆出來 所以第一個當然你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插環數 你可以先用什麼 用Lapt 先抓到他的性 一個字 但是問題現在只有性 可是稱呼怎麼辦呢 稱呼部分的話就是 根據性別 所以這裡的話你可能需要什麼 and 串接什麼呢 稱呼 但問題來了 他可能是先生 也可能是小姐 所以如果有兩種以上的可能性的話 這個時候呢 你就需要用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該怎麼下 特別重要 串接後面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你第二次使用函數 建議是點這邊 找到其他函數 使用就不是文字 這個地方可能我們跨出去就邏輯 邏輯裡面的一幅啦 不過一幅我想蠻常用到的 一幅什麼呢 一幅性別 這個儲存格裡面假如是男生的話 所以等於 輸入一個男 雙引號先把它包夾起來 再輸入一個男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 把結果 轉出是先生 反之就小姐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是True喔 特別重要 這個是一個邏輯 這個是輸出如果為處 反之的話就小姐好了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根據你的 這個欄位 性別欄位 去產生後面 的稱呼 所以你如果你向下填滿 放開的話 有沒有 吳先生 張小姐 這邊都先生 這小姐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這個題目的答案其實講義裡面也有啦 所以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一下子沒有辦法馬上 理解的話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個 講義上面的 這個說明 OK 另外還有像LEN吧 Write 這個我想請各位 自己再 試試看 那再來就LEN LEN裡面的話就算長度嘛 比如說這個身份字號到底 是不是 正確的身份字號 你可以怎麼樣 往上捲動 插入函數 我們可以用文字類的函數 找到LEN 然後呢 給他的TESH 文字就在這裡 他會返還他裡面有幾個字 那你可以從他的字數裡面判斷說 他這個身份字號是否為正確的 所以如果你要判斷是否為正確 假如說旁邊再做一個 插入一個什麼 剛剛講過邏輯好了 if 如果他裡面的字串長度 等於10的話 那表示他是正確的 正確的話我就用一個YES好了 打個Y好了比較簡單 如果不正確呢 我出出一個N 表示是錯誤的 OK按個確定 那向下填滿 這樣就做完了 YES或NO OK 但底下有一題比較麻煩 性別 性別應該知道規則吧 如果你的身份證字號的第幾個字呢 第二個字 如果為1是男生 如果為2是女生 那像這一題的話 也許可以先想想看 這裡的話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是 Mid函數 Mid 因為他不在Labs 也不在Right 他是Mid 中間 所以你必須先把 第二個字 是哪一個字先抓出來 再放在邏輯裡面判斷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如果動動腦 動動手 待會我們 也要不要先 修行嗎 還是 你們先做做看好了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